海魁颱風逐漸靠近東部沿岸地區拉起封鎖線 防止進入避免意外發生 遊客只能站在徒步區一堵美景 那我們今天一早來到花蓮清晶潭這邊 你可以看到目前雖然是沒有雨勢 不過海浪拍打上來是不斷的變大變高當中 那海巡署也部署了人力在這邊 海巡人員來回巡邏就是擔心有遊客 為了要看浪會跨越封鎖線才能及時攔阻 美好的假期被擾亂遊客興致不減 感覺還是挺震撼的 人少也有人少的看法 但是還是安全第一 海魁颱風路徑持續往南修正 氣象局預估不排除從東部登陸 降雨趨勢會越來越明顯 山區更是要盛防好雨出現 來到浴港內大家把握好天氣 趕快進行防台SOP 下修之後發現到不綁船 是不行的 所以我們一大早就來綁四五點 四五點就來綁船了 然後先把船固定好 固定好之後這樣就比較安心了 多做一個防護動作 不只放心也保護身材工具 台東東河村在沿岸旁村找一早 開始進行防台宣導 各位村民 大家早 比台風關心 昨天晚上十點已發布海上台風 希望各位村民不要到海邊供浪 畢竟臨近海邊村長智能一而再再 再次提醒海巡隊加入部署 前往岸邊全裏遊客 台風今天來報導 又碰到休假日外出玩的旅客不少 大家還是要以自身的安全為敵 考量不要往危險的地方前進 齊北宣 陳正明 劉洁 林立 王思淳 花東 採訪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